孙媳妇给皇祖母请安 免礼 平身 多谢皇祖母出手相救 不必感谢哀家 要谢 就谢韩王吧 谢瑶心头微动 是楚寒让人来找皇太妃帮她的 你不必往家猜测 韩王没有将你入宫的事情告诉哀家 哀家只是希望韩王的伤病尽快痊愈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那就是专心治疗韩王的伤病 在她彻底痊愈之前 你最好不要继续惹是生非 不然哀家也保不了你 多谢皇祖母 行了 你速速出宫回韩王府吧 少在哀家面前待着 皇太妃竟是直接碾人了 谢瑶便躬身退了出来 刚出了雍和宫 还没走出去多远 刚好看见楚夜迎面走了过来 见过陈王 韩王妃客气了 韩王伤势恢复得如何 本王原本说是要去韩王府 但昨日忙于公务 便没过去探望 已经醒过来了 后续治疗没有意外的话 只需要常规换药即可 倒是伤口愈合 需要些时日 谢瑶看见了楚夜眼中的打量 所以说起楚寒的伤势时 侃侃而谈 神色淡然 他是在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谢瑶 本王之前带去的那位亚巴大夫 现在人可还在韩王府 本王以为他治疗完韩王的伤势 便会来找本王 亚巴大夫已经走了 他说京城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不会再出现了 楚夜心中了然 果然是谢瑶 走了好 本王也希望他 再也不会出现 上次的事情 还是要多谢陈王 不然 我也不会以韩王妃的身份 站在这儿 无妨 陈王是来给皇祖母请安的 本王的确是来给皇祖母请安的 韩王妃 万事小心 楚夜笑着说完 才测开身 迈步走入雍和宫 这儿就会给皇祖母请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